兩年一度的破滅青少年象比賽 是我們警方其中一項大型防止罪行的活動 在1972年起首次舉辦 到了1994年就獲得恆生銀行的大力贊助 不說不知,上屆的比賽人數 更加是破紀錄有超過26萬這麼多 今屆比賽的主題是同心齊滅罪 去宣揚抗毒、反暴力和反盜竊三大信息 回顧我們過去五年被警方拘捕的青少年人數 就由2009年的8690人 跌到去年,即是13年的5397人 大家都會同意情況是有改善的 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是有相當多青少年 是涉及店舖和雜貌盜竊罪 雙人和嚴重嘔打罪 以至是嚴重毒品罪 所以大家就明白為何我們選了這三個主題 透過這次比賽 我們希望能夠向一些意志 比較薄弱的青少年 傳達相關的滅罪訊息 令到他們明白剛犯刑事罪 為社會、家人、朋友和自己 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我們很高興二十年前已經和警方合作 舉辦這個兩年一度的全港最大型青少年滅罪活動 一起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由我們的合作至今 活動已經吸引了超過一百萬人次的參加 騰生和警方播客的滅罪種子 今天很多都逐漸發芽成長 一、二、三 大家看到三位年青人身上的三大滅罪訊息 已經發光發亮了 抗拒罪惡的誘惑宣揚滅罪的訊息 在我身邊的就是這項比賽前得獎者 他們分別是黃洋芳小姐 蔡英童小姐和李卓盈同學 不如先和卓盈同學聊一聊 卓盈,我知道你在上一屆中學初級組獲得第二名 還有機會去到加拿大進行交流訪問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有甚麼智性的小提示 其實加拿大的經驗很難忘 智性小提示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要做自己 因為這次的比賽 希望我們可以以一個青少年的身分 去探討一下警方 究竟可以怎樣去打擊青少年的罪行 所以在處理比賽的時候 其實不用那麼拘謹 輕鬆一點去面對就可以了 第二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聽多看 作為青少年的我們平日 應該在日常生活之中 或者在比賽之前多點了解不同的時事 阿威華,我知道你在上屆比賽完早之後 就加入了警隊成為一名建材督察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比賽跟你加入警隊 是否有莫大的關係呢 沒錯,我們去到加拿大 騎警訓練學校的時候 看到一班學警 接受不同類型的艱苦訓練 包括射擊、發泥、體能等等 他們跟香港的學警一樣 他們要離開本身居住的地方 離鄉別井去學堂接受訓練 他們就算周末也好 沒有機會跟家人見面 他們這份決心深深感動了我 令當時的我更加想加入警隊 芳妮,你就是一九九六年 專長組別的雅君特主 現在還是我們少年警訊 中央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是啊,很慶幸當年有機會成為其中的得獎者 我覺得所有得獎者都應該回來 貢獻我們的少年警訊、警方 以及這個計劃 繼續幫警方在滅罪夥伴方面 貢獻多些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關比賽詳情 可以瀏覽少年警訊的網頁 同心齊滅罪 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各位青少年就要踴躍參加了 4月25日就截止報名了